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段影片我們要來講課本的十七之二 那延續上一段影片的那個 complex numbers 那我們這次要來考慮的就是 the complex numbers 它的 powers and roots 那就是它的次方 還有它的那個 它的 roots 也就是它的 就是次方根 那 我相信各位以前也看過類似的內容了 所以我們也是快速的帶過就可以了 那首先呢就是說我們要計算那個 complex numbers the powers or roots 的話 它有一個很好用的形式呢 就是所謂的 polar form 那假設呢你有一個 non zero 的 complex number 所以是 z 等於 x 加 i y 然後呢 我們如果把它在 complex plane 上畫出來的話 如果這個是 real part 這個是 imaginary part 的話 那 z 就是在這邊嘛 那我們可以把 因為你看嘛 就是說我們用一個它的 real part 跟 imaginary part 來表示出一個 complex number 所以它就是有兩個變數嘛 一個是 x 一個是 y 所以我們就是用兩個 real number 呢 來表示一個 complex number 那同樣的呢 我們也可以把它寫成 我們可以把圓點到 z 的距離呢 寫成 r 然後呢 這個角度就是跟 x 軸的夾角叫做 theta 那所以呢 我們就知道說這個 x 它會等於 r cos beta 然後這裡 會等於 y 會等於 r sin beta 所以就很像說 我們本來的 就是 xy 平面 然後我們可以用 xy 座標系來表示 所謂的 rectangular coordinate 那我們也可以用那個 所謂的 呃 那個叫什麼 polar coordinate 就是我們之前在 呃 對 第十四章的時候 我們有去 提到那個 polar coordinate 我們用 polar coordinate 也是 那也就是用 r 跟 theta 來表示 這個點 那或者是說 可以用 xy rectangular coordinate 來表示這個點 那因此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complex number 寫成 z 等於 r cos theta 加 i 乘以 r sin theta 那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z 等於 r 乘上 cos theta 加 i sin theta 那就是說我們利用 polar coordinate 的 r 跟 theta 來同樣地表示出一個 complex number 那我們在這裡呢 就知道說 這個 r 因為 r 的話 在 polar coordinate 它一定是一個 real number 那 r 的話 它其實就會是 z 的 modulus 或者是 absolute value 這個我們在 呃 各位以前一定也學過嘛 就是說 z 的 absolute value 其實就是它到原點的距離 那我們這裡看得出來說 r 的話其實就是 z 到原點的距離 那我們把它寫成這個形式的話呢 那 theta 它有一個名字 它叫做 the argument of z 所以我們表示出來的話就是 theta 等於 argument of z 所以是 arg z 那我們也知道說 theta 要怎麼求呢 其實我們知道 tangent of theta 它就會等於 y 除以 x 那我們當然知道說 theta 這個角度呢 反正每個 2pi 它就會重複一次嘛 所以你如果一直把 theta 一直加上 2pi 的話 那其實它代表的都是一樣的角度 那因此呢 我們在這邊會說 如果我們限定這個算出來的 theta 它的範圍是在負 pi 小於 theta 小於 pi 這個範圍的那個 theta 的話 那當然就是說你在這個範圍之外 就是加 2pi 加 4pi 或是減 2pi 減 4pi 算出來的那個 theta 同樣的代進這個 Tangent of theta 或是代進 cosin of theta 或是 sin of theta 你都會得到一模一樣的值 那但是呢 我們特別把在這個範圍內的 theta 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 principle argument 好 那記得是說你在看英文字的時候 記得這個是 principle 是 PAL 不是 PLE 的那個 有另外一個 principle 對不對 那我們在這裡指的是 就是 如果你的 theta 在負 pi 到 pi 之間的話 那我們把它叫做 Z 的 principle argument 那這種 theta 的話呢 我們就會把它寫成它是 R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 A 是大寫的話 那指的就是它是 principle argument 那有了這個 polar form 以後呢 那我們來考慮一下說 那它對於我們來計算相成有什麼幫助 就是說懲罰 除法 用這個 polar form 有什麼好處 或者是說要怎麼做 所以假設 我們要考慮的是 multiplication 跟 division 乘法跟除法 然後呢 我們現在有兩個 complex number Z 1 等於 R 1 乘上 cos of theta 1 加 i sin of theta 2 然後 Z 2 呢 它等於 R 2 乘上 cos of theta 2 加 i sin of theta 2 加 i sin of theta 2 然後呢 我們來計算它們相成 那我們會發現說 Z 1 乘以 Z 2 呢 其實你只要把它的兩個 Modulus R 1 R 2 相成 然後方便的是呢 你把它相成的時候呢 你只要把它的這兩個 argument 加起來 所以是 cos of theta 1 加 theta 2 加 i sin of theta 1 加 theta 2 那當然的話 你想要證明這個的話 你可以把它就是直接相成嘛 那當然你用這個的話 你就是用核差化劑的方法 把交叉項收集起來以後 你自然而然就會得到這樣子的結論 那如果是除法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要證明這個都不難啦 那它就會 R 1 除以 R 2 然後呢 其實它的 Polar Form 裡面的這個 就變成是上面的 在分子的角度 theta 1 去減 在分母內向的 argument theta 2 因為 R 2 對應的那個 argument 是 theta 2 所以寫成 Polar Form 的話 呈 乘法跟除法都變得很方便 就是變成說 你只是那個 argument 在那邊加減而已嘛 那麼 Z 1 Z 2 相乘呢 我們可以看出來說 Z 1 Z 2 相乘的絕對值 那其實因為我們知道說 就是我們寫成 Polar Form 以後 它的絕對值其實就是前面這一項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說 它就會是 R 1 乘以 R 2 所以你看我們把它寫成 Polar Form 以後呢 那要相乘相除 然後算絕對值 就很方便 那 Z 1 除以 Z 2 的絕對值 其實也就會是 就會是 R 1 除以 R 2 那 R 1 這我們也可以 我們之前就知道 可以寫成這樣 那因此呢 在這裡 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得到這個 如果是 Z 1 乘以 Z 2 的 Argument 這可能大家之前沒有那麼熟悉 那其實是 Z 1 的 Argument 加 Z 2 的 Argument 所以這裡指的就是這件事 Z 1 Z 2 的 Argument 就是 Theta 1 加 Theta 2 那因為 Theta 1 是 Z 1 的 Argument 欸 這裡寫錯 這應該是 1 不好意思 因為 Theta 1 是 Z 1 的 Argument Theta 2 是 Z 2 的 Argument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欸 相乘的時候 我們只要把它的 Argument 加起來 所以你看這裡我們記得 要 Add The Argument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 Complex Numbers寫成 Polar Form 的時候 相乘 相乘 反正記得是 Add the Argument 因為 除的話其實就是 加上 負的 Argument 所以其實也是 Add 那 在這邊的話 如果是 Z 1 除以 Z 2 的 那你看它的 Argument 那你看它的 Argument 就是相講 所以這裡一個重要的結論就是 把它寫成 Polar Form 的時候 那如果在做 Multiplication 跟 Division 的時候 記得你要 Add the Argument 記得你要 Add the Argument 然後在這裡的話 我們要把它的 Multiply 在 Modulus 所以指的是這些事情 就是說我們把它寫成 Polar Form 以後 然後我們把兩個 Complex Number 看似做 Multiplication 或者是 Division 那我們 最後算出來的結果 其實它的 Modulus 就是原來的各自的 Modulus 看似相乘還是相處 那當然處法也是一種 Multiplication 所以我們就直接 就記得說你要 Multiply the Modulus 然後呢 那我們 最後的結果的話 那因為我們也要把結果 用 Polar Form 表示出來 那你發現說 我們在寫 Polar Form 的時候 就是有 Modulus 跟 Argument 那所以我們 就是說 那我們 再把兩個 Polar Form 的 Complex Number 去做 Multiplication 或 Division 的時候 那口訣真的就是 Multiply the Modulus 然後呢 我們算出來的那個 結果的 Polar Form 它的 Argument 就是 把原來的兩個 Argument 看是要相加還是相加 所以記得 Multiply the Modulus and Ab the Argument 就這兩個口訣 那我們有了這個概念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考慮 次方 也就是 Powers 因為要成很多次嘛 其實就是幾次方 記得 Add the Argument 然後 Multiply the Modulus 不是還蠻好記得嗎 對不對 因為那個 Add the Argument 都是 A 然後 Multiply the Modulus 都是 M M A and A OK 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 Integer powers of Z 所以我們來考慮 Z 的整數次方 所以我們知道說如果是 Z 的平方的話 我們已經知道 Z 等於 R 乘上 cos θ加 i θ 然後它的平方 就自己跟 Z 乘兩次嘛 所以我知道我要 Multiply the Modulus Rz Rz Add the Argument θ加 θ 所以結果就會是 R² 乘上 cos sine of 2 θ 加上 i 乘上 sin of 2 θ 那如果要算它的三次方的話 那就是再乘一遍嘛 或者是 反正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 它可以有 它是 commutative 順序沒有關係 那我們也知道說算出來的結果 會是 Z 的三次方 會是 R 的三次方 然後 cos 因為說再乘一個的話 我一樣把 就是再乘上 R 乘上 θ加 i 乘上 θ 那我們知道 我們要 Multiply the Modulus 所以是 R² 乘上 R 然後呢 我要 Add the Argument 所以就是把 2 θ 和 θ 加起來 那從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說 它的整數次方 Z 的 n 次方 會是 R 的 n 次方 乘上 cos of n θ 加 i sine of n θ 那延續的這個結果呢 我們可以跟大家介紹一個 有名的公式 叫做 The Mawres Formula 當然這是法國人啊 所以我們這樣的 Mawres 搞不好不對 你可以去查一下啦 現在你去 Google 要查 什麼樣的字的發音都找得到 那這個公式呢 在講的其實是 就像是這個結果的簡單版 也就是說你的 Modulus 如果是 1 的話 這個就是上面的 Modulus 是 1 的狀況 那就是 cos 乘下 i 乘下 θ 的 n 次方 其實它就會是 cos 乘下 i 乘下 n 次方 我們要再次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這些結果都是怎麼來的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剛剛插掉了那一面黑板 我們剛剛提到說 把 complex number 寫成 polar form 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剛剛有做 multiplication 跟 division 可是呢我們當然沒有進去算啦 可是我告訴你就是說 你把它的結果 也就是你把它寫成 polar form 然後你把它兩個相乘 那用我們在 17 之 1 講的 就是 complex number 相乘的方法 你就可以把它的實部跟虛部寫出來 那可是呢你會發現說 如果你把它的實部跟虛部 裡面的那些 cos 去做那個 激化核差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原來寫成 polar form 以後 那它的結果其實就是 我們剛剛講 M&M 嘛 就是 multiply the modules 跟 ANA 就是 add the arguments 那我們從那個結果呢 就可以開始來計算說 那我平方的話 自己跟自己相乘那一樣 就是 M&M 跑 ANA 然後同樣的那三次方也是 再做一次 那因此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樣子的結論 也就是說寫成了 polar form 以後 那這個結論就跑出來了 就是它的 integer powers 那就會是它的 modulus N 次方 然後你的 argument 就是乘上 M 倍 那 demoverate 的公式呢 其實就是這個的特例 就是在 R 等於 1 的時候 那我們也會發現說 cos of θ 加 i sin of θ 的 N 次方 你本來可能沒有想到會那麼簡單 可是這都是我們把 complex numbers 寫成 polar form 以後 大家這樣一步一步下去得出來的結果 那有了這個概念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考慮 root 就是它的那個叫方根吧 就是它的那個叫方根吧 那個叫方根吧 那我們來說 所以如果我們有一個 C0 的 complex number Fading the complex number z 那我們要說 W 是它的 N 次方根 N 次方根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W 的 If W 的 N 次方根 W z 那我們就說 W 是 Z 的 N 次方根 那我們來看看說 那我們之前都知道嘛 就是說 我們來算一個東西的 比如說 3 的 開根 開根 二次方根 三次方根 三次方根 四次方根 就是以前十數的 的那個 N 次方根 我們已經會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來考慮說 如果你有 complex number 的話 那這裡的結論 或是這裡呢 可能就終於 我們這一 第十七章 上到現在終於 有一點好像 比較新的東西 所以我們來考慮說 欸 假設 我們的 W 它是 R 乘上 cos of phi 加 i sin of phi 然後呢 Z 是 R 乘上 cos of theta 加 i sin of theta 然後我們說 如果 W 是那個 Z 的 一個 N 的話 那也就是 W 的 N 次方 要等於 Z 因此呢 我們知道 W 的 N 次方 就是 Rho 的 N 次方 乘上 cos of n phi 加 i sin of n phi 然後要等於 Z cos of theta 加 i sin of phi 然後從我們 在 17 之一講的 Equality 我們知道說 我們如果兩個 complex number 要相等的話 那從這個等次呢 我就會知道說 Rho 的 N 次方 會等於 R 還有 cos of n phi 加 i sin of n phi 要完全等於 cos of theta 加 i sin of theta 因此呢 我可以得到 cos of n phi 要等於 cos of theta 還有 sin of n phi 要等於 sin of theta 那這個是時數 這個簡單 就是一個 一個時數的 Nth root 這個我們以前就會 可是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 complex number 的 Nth root 那在這裡就是說 我們已經知道說 比如說我們已經知道 Theta是什麼 那我們在這裡想要知道的是 N phi 那可是呢 從以前三角函數的討論 我們知道說 從這樣子的關係 我們得到的他們的角度的關係 其實會稍微複雜一點 當然我們直接可以看出來說 N phi 要等於 theta 可是呢 我們都知道說 這種角度的東西 多了 2 phi 的整數倍以後 其實還是一樣 所以你不要忘記 就是說 你從這裡的上面 這個關係 得到的 並不是那麼簡單的關係 就是說 Phi不會只有一個 它只要等於 theta 加 2k P 就可以了 也就是2Pi的整數倍 那你的Pi 是Integer 那因此呢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 我們可以得到說 我們的Phi 它會等於 Phi Theta 加 2 K Pi 除以N 那我們的 N的範圍有多少 就是K啦 K的範圍 其實就是K從0 如果K等於0的話 那就是我們一開始 看到最簡單的結果 我的Phi等於N分之Theta 然後呢 K K等於1 2 一直到N-1 因為呢 如果到那個 因為你如果到 K等於N的時候 那 比如說 K等於N的時候 我們把它帶到下面這個式子 它就會是 Phi 就會是Theta 加 K等於N 加2Pi 所以呢 這個 Phi 如果等於Theta 加2Pi 的時候 其實它就跟K等於0 的時候 因為K等於0的時候 我的Phi 等於Theta 這兩個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再多上去就沒有意思 所以我們知道說 K可以從0 1 2 一直到N-1 所以呢 從這裡我們得到的結論是 你看這裡有N個 它有N 那有N個不同的 Phi 就表示我們有N個不同的 ROOTS 有N distinct ROOTS 所以最後的結論 這個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知道說 有N個 Nth ROOTS 有N Nth ROOTS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非0的 complex number Z 你看 所以我們剛剛算出來 有N個不同的 可能的Phi 那當然是說 我們的那個ROOTS 反正就可以算出來 它是實數的 Nth ROOTS 那因此呢 我們從這裡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 我的Z 一個complex number 的Nth ROOTS 有N個可能 所以這N個 complex root 是什麼呢 所以我們的Z 如果是 R乘上cos 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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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那它的N個N fruit 是 所以它的Modulus 就是原來的Modulus N分之1次方 就是 開N次方根 時數的N次方根 那重點就是說 它的 argument 的選擇很多 可以是 data加2 K Phi 除以N 那這個N就是看你 是 那個N fruit 的N是多少 i sin data加2 所以這可能大家以前 比較不熟悉的結果 就是你把它開了 把一個complex number 開了N次方根以後 那其實它有N個結 那其中的就是說 這個K可以從0 1 2 一直到N-E 所以有N 所以就是說 這些complex number 我如果把它 呃 來乘上N次方的話 就是說這些 complex number 的N次方 我們都可以得到 同樣的Z 所以這是我們用 Polar form 可以得到的 結論 那這個可能大家之前 比較沒有那麼熟悉 我覺得啦 應該 也許你沒有看過 那不過 終於有一些新的東西 那所以以上呢 是我們 呃 對 17-2的介紹 那我們在下一段影片 就會開始 跟大家講 那個 呃 也是講一些名詞的東西 我們主要要討論的是 在 複數平面上的 set 也就是 集合的概念 那這段影片就先到這邊 大家拜拜